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能够预防的 譬如说它是先天性的问题 真的不是我们可以预防 但是后天的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 不要让小孩子有糖尿病的问题 于是你觉得我们要如何预防小孩子 走上这一条路 对 那可能就要回到台湾 我们目前自己做的儿童肾脏病的一些盛行率 或者是原因来做就开头了 因为台湾的儿童慢性肾脏病 事实上分成两大主要的类别 一个类别当然就是先天结构异常 那当然先天结构异常里面还可以区分可治疗或不可治疗 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所谓的膀胱疏尿管尿液回流 这种跟密尿道感染相关性极高的结构异常 它事实上是可治疗的 也许如果早期诊断给予适当的治疗 就可以避免所谓的汗室出现了 那另外我们在推广的所谓的尿液腮解 我们就可以针对另外一段叫做肾丝求肾炎 或者是跟肾脏相关性的一些 不管是先天后天的肾脏疾病 可以藉由尿液腮解 看里面蛋白尿血尿 当然有一些所谓的遗传性肾脏病 目前来讲也许不是用药可以治愈 但是最起码几件事是 我们希望能够在它黄金成长的一个年龄里 不至于走到要透析 我们可以延缓它 这点也很好 那甚至说我们可以评估我们后面的治疗方式 意思是说治疗方式往往走在前面等它 比在后面来不及的时候去追它来得好 那其实这个小孩子洗症 这条路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它可以的话是可以接受移植的 但是这个可能更难取得 其实我很早就签了这个器官捐证 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来人事一招 在活着每一天努力 走了之后 其实我还蛮建议把这个器官送给一个人 这个接受这个器官 其实得力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而是整个家庭 对 要谢谢师母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说 为什么儿童肾脏移植不能等 很大的原因是 你不是为了捐一颗肾脏给它 让它脱离洗肾 为了是让这个孩子有新的生活 新的生命 但是往往如果你移植的时间 等待移植时间过长 它可能产生的是一个不可逆的 肾脏以外的一些病变 包括脑部 骨头 或者是心血管 这时候当你换了一颗肾脏给它的时候 事实上并没有给孩子 带来真的完全没有负担的未来 它往往还是要去注意一下 它有没有持续性的癫症 那甚至要做一些骨头矫症的手术等等 儿童移植确实是不能等 免进移植好像你有病人等很多年 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到现在已经是16岁了 就在年初的时候接受肾脏移植 但是也因为这么久 所以它事实上移植之后的状况 是蛮多的 这也必须说 如果能够早一点移植的话 可以看到她们的预后 或者是说不管是生理或心理 这样的反应 它事实上都比一些比较晚移植的好很多 过去可能有一些想法就是说 大人可不可以捐给小孩子啊 谈到孩子 我进到所谓的末期肾脏病的治疗方式 我想因为身材或者是年龄的关系 还有血管可不可以做所谓的人工楼管的问题 所以主要小朋友的慢性肾脏病或末期肾脏病 首选的应该是附魔透析为主 其次的话如果真的要考虑血液透析 我想楼管是执行度非常低的 那就必须用一个暂时性但是可以长期使用的人工 一个管子从脖子打进去 就是执行这样子的所谓的血液透析方式 但是这样的方式事上面临的问题是 孩子的人生就变成有一大半时间绑在洗肾室 但更重要是你也要随着他年龄成长 去更换这根管子的长度 事实上对孩子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不管是在治疗上面的选择 所以没有错对我们来讲移植 儿童肾脏移植是解决儿童末期肾脏病最佳的选择 当然没有问题的是父母亲绝对可以捐 国内外大致上接受移植原则上不以年龄为所谓的标的 是因为如果是慢性肾脏病的孩童往往长不好 所以也许他10岁他搞不好身材体型都不到10岁 我们以体重为标的大致上大部分人都同意在10公斤以上 也许成人一颗10公分大的肾脏 事实上就可以安全的 欧切适当的摆入所谓的肚子里面 让孩子接受这种肾脏移植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父母亲捐证原则上是没有太大问题 至于血型复合这件问题 那目前的科技或是医学进步 事实上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所以在日本所谓的血型复合的移植成功率 在儿童移植成功率是非常好的 代表说其实对我们来讲 在台湾我们一样有这么好的医学成就跟能力 我相信未来我们的儿童移植 儿童肾脏移植是可以迈向新的领域 包括朝向小的时候就捐赠 鼓励父母亲捐赠 那当然也得要给父母亲一个很好的未来 表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去共同照顾他 我想这样才能够支持父母亲做对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父母亲可以的话 或三等亲之内可以捐赠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件事情 尤其我们肾脏有两个 那其实一个的肾脏也可以活得很好 这是很重要 就是说当然给孩子一个在黄金时期美好的未来 我想是大部分父母亲需要也预期的 捐赠者不管是父亲或母亲 也许就可以跟着孩子一起保养肾脏 是真的 其实患了肾之后更重要的 其实你的饮食 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可能都要做一些调整 其实真的不要高油高炎高糖 这个充足的睡眠 适度的运动 还有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器官 就是延续下去 如果你喜欢早安健康影片 请帮我们订阅你的频道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